字幕提供 觀眾朋友 今天邱師傅要跟我們 做很好吃的菜粿麵線 絲瓜麵線 我們就是要用 透過我們的雞肉 帶它的鮮味 熬這個高湯 肉跟魚 我們用一點點的薑絲 絲瓜 雞肉 雞腿高湯 沒煮太久 像這樣 剛剛好 魚跟肉的鮮 完全在這一碗 麵線裡面 鮮 這太好喝了 我原來就放一點點 真的 會不會 會燒焦嗎 再加上這個魚 真的好好 不會 一點就不會 兩分鐘 好好吃 真的太棒了 炸到炸香的雞腿 加上菜粿煮高湯 還有使得嘟嘟好的薩絲 這麼一整的好料 媽媽 準備開始了 早安 阿伯伯 趕快來歡迎我們的寶寶師傅 我邱寶郎 邱師傅 歡迎 豐叔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發現你自從叫寶寶師傅之後 你的頭都是走寶寶路線 謝謝 因為我們都年輕 對 很可愛 對 今天帶來什麼好東西 當然 今天還是要帶一個好東西給你 來 沙巴魚 虱目魚 這個虱目魚節目中吃方便嗎 方便 你盡量吃這一個 等一下 你騙我 我煮吃這麼多年 我不知道這塊吃最多 敬業一點 不是 這個真的很好吃 大家慢慢等我要挑刺 你放心 這刺已經都沒有了 你可以大口去刺 在家裡最喜歡吃這個虱目魚了 這裡刺最多的 是 對啊 我告訴你 它非常多刺 還有這個肚子 現在的生物科技已經做到這樣了 真的沒刺對不對 沒刺 不錯 這種時候就吃出虱目魚的牛奶味了 這一個是完全沒有刺 這個大家都是用了10年功力的老師傅 他在低溫的一個設備 在廠房裡面 幫大家去刺 只有40秒 40秒把刺拔完 因為它要保鮮 以前都只有魚肚沒有刺 對 因為魚背刺太多了 因為現在有沒有發現 它肚也有 背也有 是整尾的 看這個魚肉就好了 它完全沒有散開來對不對 我煎好也是這麼漂亮 一般人如果你只吃魚肚 有些人不敢吃 是 太柔 如果加魚背很剛好 可是以前魚背刺又多 是啊 這樣才能夠平均 又有油 又有比較多肉的 對 又有蛋白質 對 是 然後在家裡吃 那個小朋友最怕就是刺 那你現在吃 是不是更飽水 更甜 真的 非常的好吃 而且我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可以這樣吃虱目魚 最主要是說 好吃 然後方便煎對不對 你第一次吃到沒有刺的 最主要這個刺的功力不得了 我跟你說 這個除了是小孩的那個之外 老人會很高興 因為古早 對 大家也都愛吃虱目魚 老人小孩 我現在年紀比較大 有些人是愛吃 要去吃虱目 還不敢吃 對 就是你看 怕刺到 一定要拿一個盤子 慢慢慢慢蹭蹭這樣 沒有 說真的老人家會怕 但是這個你看 家裡有小朋友的來滾胃 還是煎 背胃也很好吃 你就不用去挑刺了 對 背也可以吃到 肚子也可以吃到 對 包括魚皮 也不怕看貌對不對 吃的眼睛更好 對 所以說小朋友也好 老人也好 都是非常地適合的 真的 真的是不錯 好吃 所以我家裡很多長輩 現在都不太吃這種小魚 這個很好選擇 好 我們今天 好魚 今天來做一個很簡單的 來煮絲瓜麵線 好 來 我們今天要做絲瓜麵線的話 就是要用大骨頭熬高湯 是最鮮的 但是今天這一道 我們就是要用魚鮮 魚鮮 就是要透過我們的雞肉 帶它的鮮味 熬這個高湯 肉跟魚 對 是 這樣才會鮮 你要用雞胸肉也好 或是我今天準備的是 雞腿肉 雞腿肉 不用醃 直接把它割進來就可以了 好 那雞肉或豬肉 不要跟海鮮在一起 或魚鮮 要混著 好吃 它才可以把整個鮮味帶出來 絲瓜麵線就是喝這一個高湯 高湯 對高湯 用雞腿肉拉高湯出來 拉高湯出來 然後這個魚再下去 當成今天的主要蛋白質 對 都有 魚也有 肉也有 很多媽媽說 我可不可以買一些胃筋 放胃筋 不用了 有雞腿還有一整隻魚 吃得好 好 來 這裡 就很簡單的 你去菜市場去買個雞腿就好了 我覺得現在大家 吃要吃健康一點 買好一點吃健康一點 吃 不用吃過量 不求這個量 要求筋 要求筋 這個我們現在就是 也沒有放油 雞皮就有油 對 我們盡可能地讓大家吃 健康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用一點點的 薑絲 因為我們的絲瓜比較冷 就是要用薑絲 因為你愛有毒絲 好 來 不怕說現在因為夏天熱 吃一點瓜類也是很消失 是 來 如果你真的沒有這個絲瓜 那你就用補襪也可以 補襪 補襪也好吃 好 來 這裡 補襪也好吃 然後再來 我們就把我們的高湯 不是水 水煮出雞湯來 絲瓜雞肉 雞腿高湯 好 這是熱水 因為節目關係 我用熱水比較快 對 家裡面也可以 你要筷子糊煮一下 對 熱就很快 然後一點點的胡椒 然後來一點點的鹽巴 鹽 不用太多 這樣就可以了 一小匙 好 來 這裡我們現在呢 只剩枸杞跟我們的紅蔥酥 油蔥酥 好 我們現在讓它去煮 但是這個麵線的部分呢 記得大部分的麵線都會鹹 這裡我們水中就不加鹽巴了 好 我們就加一點油就好了 油 還要加油 對 我們呢 如果你的麵線沒有辦法確認 它是很鹹或不鹹的話 我建議你就水多一點 順便就洗掉它的鹽分 你不可能把它先拿去洗嘛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割進來 你看 像我們在家裡兩口爐 我們就可以一鍋煮這個絲瓜 還有高湯 煮這個麵線 對 然後這一鍋就煮麵線 待會兒我們就是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了 那在煮的過程我就切這個虱目魚 好 切虱目魚 其實我在家裡我都會放冷凍 這其實退冰非常的快 很快啊 我說泡水就退冰了 我說我不用洗 我不洗 我就拿出來就直接切了 因為它非常的新鮮 對 那我們就四口狀 真的耶 其實有些時候虱目魚肚 如果都只吃魚肚的話有比較油 雖然說魚油也是不錯 可是有些人不敢吃 對 對不對 其實它這裡有很多很好優質蛋白 對啊 就吃營養吧 對 吃營養 我那肉嫌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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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嫌豐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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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是 爸爸才敢吃 或媽媽 新鮮才有這個顏色 媽媽才敢吃 好不然白白 因為這漆很多 現在不用擔心了 對 其實如果不喜歡這個 這樣切掉也可以對不對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它還是有留背漆啊 那背漆當然你還是要 但你如果不喜歡的話 其實那些煮的時候很好處理 就是你吃就知道了 好 來 你不要把它抽掉也可以 我們現在呢 麵線也好了 如果我現在鍋子裡面有油的話 你起來就不用再去搬油了 好 放油在 油就不會黏了 麵線很快 很快 對 所以說麵線有很多種啊 那 甘蔭店賣的啊 它沒有包裝的 那一大袋的啊 它可能會比較鹹 所以你先放在碗裡 你待會兒再吸這個湯就好 對 這樣也比較漂亮對不對 如果直接放進去 你不好撈 不好撈 好 來 這邊 我們來試一小尾巴 好鮮 哇 直接放進去 你看那個魚湯現在 兩片哦 馬上就讓那個絲瓜吸 這個哦 然後它倒進去的時候 麵線再吸 對不對 對 那你像這一個 我們的虱目魚啊 它是一整片的 其實你會說要煮多久 其實滾水放進去 熟了就可以了 大概是兩分鐘內 它一定熟 它一定熟 我也要 嘗試 鮮味 鮮味 尤其現在魚在煮的這個鮮味 我先自動 你看 這邊呢 還要跟觀眾來解釋一下 好好喝 那個魚啊 奇怪 又不用加蛤蟆 怎麼這麼鮮啊 那個魚啊 如果不新鮮呢 你這樣放下去的時候 它滾的時候 它泡很多 很多 對 它的雜質會很多 有沒有發現 它鮮到我覺得 有蛤蜊的感覺 真的 對不對 真的很鮮 你在喝個是不是 隱約雞湯加這個 竟然有蛤蜊的味道 鹽巴就加一點點而已 那其實我也 是這麼鮮的意思 媽媽平常你都會加 最後加久 我也不加久 就用了 很新鮮的 我就加兩滴的香油 這樣就可以了 太新鮮了 好吃 來 你會說到底熟了沒 我告訴你 熟了 不要煮太久 像這樣 嘟嘟的好 嘟嘟的好 枸杞 湯頭也甜甜對不對 對 這一下 油湯最後放 對 絲瓜甜 然後我們的魚跟肉的鮮 完全在這一碗麵線裡面 真的 我剛喝那個湯好甜 你知道嗎 那種雞湯底 要魚湯再下去 其實你不用 潛得不得了 不用滾太久對不對 真的 這個 油蔥酥 讚 無刺 虱目魚 不只是肚 是整隻虱目魚 什麼時候 這我還人生第一次 很好 我沒有吃過 你有吃過嗎 無刺虱目魚 鮮喔 這個太好喝了 我鹽巴就放一點點 真的 雞 會燥燥嗎 再加上這個魚真的好好 不會 這樣有沒有 好 你看這個是 這一看就是魚背 有沒有 不是魚肚對不對 以前吃到這個就開始 也要慢慢咬 也要慢慢咬 你會擔心那個刺 對 老人家 眼睛又不好看嗎 他吃甜蜜就怕了 對 所以你看 現在可以安心地吃 嫩 剛剛好 兩分鐘 好好吃喔 很好吃對不對 對 很甜 然後你喝那個湯就是 有那個雞肉的鮮吧 對不對 配雞肉 對 你這樣就不用熬高湯了 我覺得雞肉再加魚很讚 很讚 而且這個非常地方便 而且非常地營養 安心地吃虱目魚 大口地吃虱目魚 是 我都是第一次 江姐喝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 也是第一次看到 對不對 試試看 超讚 這裡面的大人老大人 你會好心吃 對啊 最主要安心 健康 對啦 謝謝 鳳叔 謝謝 這個超好吃 這個湯好了 魚肚也是一樣 那還有一個就是它的死料啊 它吃很好的 你搞不好沒有吃這麼好 我沒有它吃得好 我吃得沒有這隻魚 拜託它 它們養殖的方法非常地進步 它用亞麻仁來飼養 亞麻仁 對 亞麻仁 亞麻仁啊 我都沒有吃亞麻仁 你怎麼吃 亞麻仁 所以說它比一般的飼料 貴兩倍以上 這也是Omega 3嘛對不對 對 亞麻仁油 很高檔的油 很高檔 然後它把它打來加這個 對 所以它飼料是一般飼料 所以說它的甜 然後它的鮮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也可以吃到亞麻仁的營養 可以 那取之於魚生 那我們吃到身體 當然也是健康 對啊 現在台灣養殖業 真的太強了 很進步 對 做成這樣子多高檔的魚飼料 真空的 它真的吃很好 對啊 你也沒吃這麼好吧 沒有 沒有 好生氣 不是 我們就吃它 吃它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道都不一樣了 我這個是魚鱗 鱗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魚背上面 這上面這一條 這條也有專門做這一條的 這個都是肉 有沒有發現 這個最好吃的就把它酥炸 或煎 可是這個有刺吧 這個兩邊的肉很肥 對啊 對 兩邊的肉 中間那條骨 這個當然要離開了 這龍骨還是有在 所以難怪你要用這個 半煎炸 對 半煎炸的方式 這就是人家說的旗邊肉 旗邊肉 吃那個什麼壽司 很貴 最貴的就是這個 對 而且聰明人就吃這一個 很嫩 你怎麼知道我就是聰明人 你魚吃多了 煩惱沒有 在蒸魚 我都生一年後 拿那條出來吃 這很好吃 對 吃整盤都熟了 對啊 而且 當然有時候呢 你在家裡可以的話 你把它炸成酥酥 它連骨頭都可以吃 或者是你真的怕炸的話 那你就用什麼 用烤箱烤 好 那夏天到了 大家配個啤酒 來做一個避風糖 避風糖 到底什麼是避風糖呢 基本上呢 它在避風糖那邊 研發出來這一道 然後再來就是 利用在家裡 媽媽在家裡 有的一些食材來做 那我們把它簡化 我們今天也不油炸 剛剛那一道呢 我們的麵線也沒有醃漬 也沒有醃漬 那我們這一道也沒有 也沒有 而且你看那個魚肉看起來 就好新鮮了 新鮮了 四口狀 你看這都是肉耶 怎麼都是油 你看這個膠質 你看這個一口 你看這個好吃 對 我專吃的 所以說這個魚鱗也是一樣 它都處理好真空包 這非常地新鮮的 那我們這裡呢 你可以用一點點鹽巴 稍微 不用米酒 不用 因為它鮮 就不用去腥 就不腥幹嘛要去腥 對 家裡有一 隨便一般的 一般的麵粉就可以了 好麵粉 它酥酥的 對 我也希望說它的鮮味可以 透過麵粉把它稍微保留住 保留 麵粉吸水 所以它那個水分 不會流失太多 對 對不對 麵粉又吸油 油也不會跑掉 對 把它這樣抓一下 很簡單 薄薄就可以了 好 來 我們就半煎炸的方式 這個配啤酒也太讚了吧 夏天 對 而且這個很好吃 它炸很快 它是魚肉 對不對 那我們首先先把它 很快就可以啤酒就上來了 我們首先先把它 半煎炸的方式 那在家裡你當然 如果你允許 你要用油炸就用油炸 或者是我講的 用烤的也行 烤的我們就不裹粉了 直接 對 其實半煎炸就是油 大概是在魚的一半 一半就可以了 一半就可以了 這個半煎炸就一半了 而且這個魚非常地新鮮 非常地甜 所以說這個油 你還可以繼續再用 繼續再用 沒有燥燥味 你要炒菜的話 也不用加味素 因為它就有海鮮味 不用擔心了 真的 好 來 這個在半煎炸過程 它也很香 而且這魚鱗也很快熟 對 現在外面其實還滿流行 魚沒有去魚鱗有沒有 對 然後整碗下去高溫有炸 對 快速的 外面那個魚就酥酥的這樣子 也很好吃 當然 都變色了 其實都很快 香氣 聞看看 這兩道我都沒有用米酒 所以這個有熟就是看那個顏色 顏色 這熟了 基本上都熟 我是希望說 避風糖要有避風糖的顏色 像這種顏色 金黃色 炸旁 炸旁那個橘色 在家裡 你不像我們這樣趕時間 你可以真的 慢慢的 用小火慢慢地煎 慢慢地半煎炸的方式 搭酥 讓它骨頭也可以軟化 也可以變成軟軟的 剛剛的關鍵就是 裹一點點的麵粉 可以讓它甜味不流失 如果你沒有裹粉的話 現在在半煎炸或是油炸的時候 水一直出 它會爆 它會爆 那也比較危險一點 對 好了 而且又有魚皮 然後現在要把它濾油了 魚皮也會濾 好 來 還是要裹個粉 薄薄的粉 OK的 鳳酥聞 聞看看 香很香 對 好 來 我們這裡 還有一個關鍵 要讓它酥脆 有一些人不喜歡豆酥 豆酥選擇豆酥 因為避風糖最後要放豆酥 我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小朋友最愛的 泡麵 零食泡麵 用一點點的油 對不對 其實你看 有沒有發現這個油 豆酥 沒有 看一下 這個油很漂亮吧 乾淨 好 怎麼會想到用這個 好聰明 真的 我家櫃子就有 都不用去買什麼豆酥 還不用去拿買 有 這播出媽媽們都會覺得說 嗚 好 來 這裡 薑 蒜 辣椒 辣椒耳 避風糖就要有這個味道 就是這個 蒜 薑 辣椒耳的味道 辣椒耳有辣 嗆鼻 今天辣椒耳是辣妹來著 好辣 好 來 這裡呢 這吃起來沒那麼辣 沒那麼辣 媽媽 現在要用大火 大火在炸 在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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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稍微鹽 鹽 稍微鹽 好 胡椒也稍微 胡椒 你剛才胡椒耳機也不錯 好 過癮 蔥花兒 蔥花兒 泡麵兒 泡麵兒 那蒜呢 蒜酥 蒜酥兒 等一下 這看起來好好吃 好吃喔 受不了了 這樣想買了 真的 幾滴的香油 好 好 這樣就好 是不是很簡單 這個太高檔了 這樣就好了 避風糖 因為簡單 真的 真的 老公不回家 怎麼樣你知道嗎 吃完這道之後 POFD 立刻就回來了 你看 你看這個 好嫩喔 內行人吃這個 好嫩喔 對吧 我是內行人 外酥不用講吧 超好吃 你看這個裡面 我都不要行 你用看就好 你看 很細細 一層膠質在這裡 你看 我第一次吃也是覺得說 應該會很柴 不會 這邊膠質最多 它膠質 然後它很飽水 非常地好吃 你說避風糖這樣做 配飯也好 配個飲料也好 吃得超讚 一切然後搭搭搭搭搭 搭搭 其實它的肉 你不要覺得它骨頭 它肉很多的 而且它裡面非常地鮮甜 然後原來沒有刺 沒有刺 然後這個亞麻仁油厲害吧 亞麻仁 亞麻仁有一根 真的 你就把營養 我們一塊水裡你也吃下去了 真的 這個是有一點刺的 所以你吃的時候還是要 用傳統吃吃目的方法來吃 但是還是比魚背少很多 因為它是一根 它不是像爪子那個樣子 所以說我做法就不一樣 所以說做法我就去用煎 或用半煎炸 往紙面咬到超酥超香 然後又蒜酥 很香對不對 你看這個 非常完美 有些人在外面避風糖 它不吃那個豆酥 豆酥有時候苦苦的 它含油 對 甘油 甘油 油很多 這個小孩就要吃 對 小孩就要吃 這個真的是夏天 配這個啤酒涼拌好吃 吃好魚 吃健康 真的 你一邊在吃 配啤酒的時候 你其實一邊可以吃好的油 是啊 它的來源健康 我們吃到我們人體 當然也是健康 最主要它不會乾 不會乾 又好吃 對 讚 謝謝 謝謝鳳叔 謝謝 好吃 好吃 熏肉滷桂竹筍 我們就把它的香那種 培根把它拌成 焦焦 焦焦這樣 馬上香氣就沖起來 有夠香 沒有吃過這個桂竹筍 加上這個熏肉的 筍子又很會吸味道 對 用這個就完全不用用香油了 對 已經夠香了 來幫我來試吃 好吃 甜甜的 然後辣辣的 然後那個帶的熏肉香 跟筍子超搭的 它的煙燻香一直出來 很特別 很好吃